更可怕 周围的路人和客栈里的客人都纷纷好奇地盯着两人 能驱策如此灵兽的人必是身份不凡的士族公子贵女们 香柳气势冷力地向四周环视 众人都拾去地低头不敢再打量二人 小妖却羞得无地自容 只能把脸埋在香柳怀里躲起来 香柳直接把小妖放在榻上 又摸摸她的脸蛋和手 因为害羞小妖的脸红彤彤的 手也很暖和 她还是顺手把被子给她盖上 她又马上站起身准备往外走 柔声嘱咐小妖 你在睡会儿我去给你买吃的 小妖起身一把拉住她 你也累了和我一起躺会儿 小姑奶奶你动作慢点 香柳立马回身 有点紧张地把小妖又按回榻上躺着 我不累 我怕等下你饿了 香柳很坚持 表情很严肃 妖族的雄性照顾有孕的雌性 第一条就是得准备充足的食物 雌性吃饱了 才能孕育出健壮的小兽 她伪装了四百多年神族男子 发现普通人族女子有孕时 也会食量大增 神族应该也差不多 香柳第一次觉得给小妖买食物的重要性 能赶上当年为一军酬粮草 刻不容缓 小妖看着香柳忧心忡忡的样子 忍不住偷笑出声来 然后马上板着脸命令她 你不陪我 我心情不好 也吃不下东西 向柳皱着眉 认真思索着小妖这句话的真实性 小妖眨巴着大眼睛 略带祈求的撒娇 就陪一小会儿 我睡着你再去 向柳心软了 何一躺倒在小妖身边 她确实也有些累了 此时两人面对面的侧躺着 心中轻松 目光相接 两人的心此刻感觉无限接近 好似可以无话不谈 小妖咳嗽一声正了脸色 用手捏向柳的脸颊 你是不是还有事没给我交代 香柳捉住小妖的手放在腰上 缓缓道是震魂真在不停地损耗我的腰力 我也不敢贸然自取 怕损了内丹再无法修复 你的身体如今也不便奔波 我先送你回清水镇父王那里 我自去摆离一趟 求取真之法 小妖怎么舍得与她分开 倔强地说 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摆离 我可是赤臣的女儿 有我在 巫王才会对你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而且我也想带你去看看母亲父亲的居所 你带我童去吗 说到最后 已是撒娇恳求的语气 香柳当然想到了这一层 但此去百离路途遥远 小妖要为了自己的事奔波受苦 她心中不愿意 按妖族的习性 此寿此时应该在朝中待产 不宜走动 她对人族和神族生育后代之事 知之甚少 又不便开口询问小妖 只能醋眉沉吟 一直没说话 小妖看她神情 不知她为何犹豫 以为她 在想怎么拒绝自己 生气着急道 我不管 你休想甩开我 我死也要和你一起去 向柳如今就怕她动气 无奈解释道 你先别着急 我怕路途遥远 你身体劳累 小妖松口气 拍了拍胸胡道 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是清水镇 有名有姓儿的 文小六文大夫 专看妇人 不孕不遇之症 有孕的妇人初期 就应该多多走动 未来才好生产 真的 香柳半信半疑 眯着眼睛盯着小妖 当然 我也给镇上的妇人皆生 看病的 从有孕到生产 我都门而清 那你答应我 路上必须听我的话 不能饮酒 不能动气 香柳一边努力 思索着一边提条件 行行行 我答应你 不喝酒 不胡闹 我发誓 可以陪你去了吗 小妖态度认真地竖起手掌 成交 两人清脆地击了一掌 一个多月后 小妖在百里屋王的屋子里坐着 甘笑着回想起这一幕 就是后悔 很后悔 悔得肠子都清了 她就应该听香柳的 乖乖回清水阵等她 从宁州出发去百里的早晨 小妖和香柳出了客栈 发现门口停着一架马车 她以为是别人的 刚要绕过去 香柳打开马车的圆门 对小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小妖从小到大都不耐烦乘马车 她性子跳脱好动 老闲车厢内憋闷无聊 出行不是零售就是天马 最不计走路骑马也凑合 此去百里 至少一个月有余 都得待在车厢里面 小妖内心哀嚎 表情悲伤 刚想提出抗议 嘴还没张开 向柳冷着脸道 回清水阵 小妖一听肩膀也垮了 只能闷闷不乐地上了马车 香柳忍俊不惊 却立刻又装出冷冰冰的样子 咳嗽一声 利落翻身上了原价给小妖 当马车夫 小妖进车厢才发现 里面不但备着茶水 点心和果饼琳琅满目 据是能存放的一些吃食 以防她路途上肚饿嘴馋 小妖想着 昨夜自己睡着了 香柳还要做长途旅行 所需的各种准备 大晚上 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了马车 自己早上还在睡懒觉 她又已经起身去采买这些食物 如果自己还因为乘马车而不高兴 也太不失食物了 小妖拿了笛冰啃着 先开车帘 坐在了香柳的身边 香柳看小妖一眼 发现她不再闷闷不乐 低声笑了 摘下头上的斗笠给她带着 又转头继续御车 小妖一言不发地看向柳驾车 只见她驾车姿势从容优雅 两匹骏马温顺地任她鞭打驱策 马车沿路行得笔直平稳 显然不是第一次给人当马车夫 原来堂堂向柳大人 以前也给人当过车夫 小妖笑着调侃她 香柳一脸理所当然 活命的本领永远不嫌多 我还会补挂 驯马也当过漠师 因为无聊 混进王婷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乐师 也跟随幽灵席过歌舞记忆 军队不忙时 我也去村子里帮人杀猪宰羊 是远近闻名的杀猪将 好多少女哭着喊着要嫁给我 小妖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望着香柳 真的 你就顶着这张脸 穿一身白衣 去帮人杀猪吗 哈哈哈哈 假的 我还是比较擅长杀人 来钱也快 香柳因为骗到了小妖而开怀大笑 又马上正惊道 但是好多少女哭着喊着 要嫁给我是真的 小妖发现原来 以前自己觉得马车憋们 是因为没有和香柳 这样有趣的人一起同城 她白日不困时 就和香柳并肩坐在原架上 天南地北地胡扯 有时她会故意逗弄香柳 壮似无心地换她背 她就会无语地 用那种谴责 她很无聊的眼神看她一眼 不再理她 直到小妖 又缠着她换她香柳 她才开口说话 小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在大荒各地流浪 算是见多识广的人 然而无论她说起什么稀奇古怪的见闻 香柳却总能接住她的话头继续聊 有时候是真的 有时候也会一本正经地胡说 如果被小妖揭穿了 她就如防风被一般厚脸皮地打哈哈 一会儿逗得小妖笑得肚子疼 一会儿让小妖恨得牙痒痒 不知不觉间路途已经过了大半 小妖竟然盼望着这条去百里的路 一直走不完 马车行到风景秀美的湖泊山川时 香柳会停下马车 牵着小妖去游玩赏景 有次路过一片桃林 红花娇艳如满天晚霞 白花青丽角如出雪 它们在不知名的山谷漫山遍野肆意盛开 像要燃尽生命一般热烈地开放着 小妖和香柳并肩在花中穿行 落荫缤纷 香气席人 一阵山风吹过 花瓣落满了两人的头发和尖头 小妖和香柳对视一眼 立即明白彼此心中所想 小妖从肩上取下一捧花瓣向空中一吹 微笑着说 有空我们回玉山看看阿碧 我还没感谢她呢 香柳跳向远方 淡淡道 我也要感谢她 她羽翼顿了一下 若有肆无的目光清扫过小妖的腰 只可惜这个有空怕是很久以后了 说完她似笑非笑地看向小妖 小妖望着她的眼睛心中一跳 脸如桃花一般红了